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舌尖上的蔬菜家庭工房 今天我们做的这道菜是醋溜土豆丝 做醋溜土豆丝这道菜呢 就是切土丝比较关键 首先下面呢 我就教大家怎么把土豆丝切好 这土豆呢 已经是去好皮子了 首先呢 我们把土豆搁在碗碗上 它找一个平面 土豆丝比较圆 它放在三碗上 不大好 不大好 好服 找好平面以后呢 把刀拿过头 复好土豆丝一刀 它上这边一点 拿着给它片了 这样我这儿以后把它放平 放平面以后 顶着铁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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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平面以后 最好是放在水里泡上 因为土豆丝含电量比较大 最好是多洗几遍 这个白菜结果 它在菜锅炒上 它不黏 它不利口 吃着口感也不好 这个土豆丝洗到什么程度为止呢 就是放水里一放 能看见土豆丝什么样 都可以了 做酥酥土豆丝的菜呢 用的小料是葱姜 下面我就教大家怎么切好葱姜 先切这个姜 切姜最好切成菱形片 比较好看一点 有一片够了 来 斜刀 切成 大小一样的 菱形角 把这点盖 顶刀 切成 片 薄片 袋子葱 切成 也是切成这种菱形的 也是切成这种菱形的 一开玩儿 再一开啊 顶刀斜切 好了 切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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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明片给它放在一个小板里 备用 做酥酥土豆丝主要的调料是 油 鸡粉 糖 盐 还有最主要的原料 那个醋 这两个是刚才咱们切好的那个葱姜片 所有料已经备好了 现在就可以炒了 首先咱们 把煤气点 把锅烧 烧一烧 烧热 烧到锅什么程度 就是手摸着 是点热乎 加油 油加多少呢 咱咱这个小馅吧 来 一盏半就可以了 在油盆 看这儿滴的了 烧热乎了 咱就把刚才切那个 葱姜 哎 抢锅 烤出香味以后 烤炉的烧比较慢点 不要着急 烤出香味以后 咱们把切好土豆丝 倒入锅烫 转转翻炒 倒入锅烧 转转翻炒 首先加盐 现在小盒有三分之一就够了 行 把它打到来点糖 点鸡粉 点 醋呢 一会儿再加 出锅的时候再加醋 因为醋的味儿足够飙发 煸热以后它容易飙发 出锅的时候呢 再葱 葱葱的醋呢 有点香 好了 我说这边儿肠了 咱们葱 咱这小肠呢 一般啊 一般啊 加四大米条也可以吧 嗯 我们就加四大 好 好了 这条葱葱葱的鸡板能铺了 关火 出锅以后 出锅以后 把这葱葱葱 往上 归着归着 让它利落一点 看着 好看 好了 这个菜就可以了 就这样 我好看 有什么 他们的 有点 呢 有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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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有点